三個中產檔 除了元朗黑幫的恐怖襲擊 我都覺得有些符合恐怖襲擊的定義 無差別的襲擊一般平民 但用武力的程度 對於西方一般定性為恐怖襲擊的 他用的那個是低級了 最少都要拿刀亂劈 都對的 但除了這宗事件之外 另外一宗就是 圍堵中聯辦加上淘污中聯辦 然後再在上環的衝擊事件 其實你看到這宗新聞裏面 都頗誇張的事情 首先你是第一次有人去衝擊中聯辦之餘 還會將黨徽和中聯辦的門口 又扔雞蛋 又塗屁 我就是所說 你就是將中共在香港的權力體現 完全是侮辱了 又不是完全侮辱的 是侮辱了 是侮辱了 是呀 你力詞 你力詞是一個 另外是誰 是誰 另外那個 死了 不是說 吳辰 吳辰 石驚慈 老師 OK 有什麼建議 中聯辦這件事 我也曾經說過 我想說除了你力詞之外 另外一個煽惑 極建制派 極建制派 衝什麼 要衝就衝中聯辦 現在人們就聽你講 不是 他提中聯辦 你自己小心點 作為現在抗爭者的角師 你覺得還有什麼方法 抗爭者的角師 老實說 既然是 如果要是投靠了做了抗爭者 做了角師 最怕他不肯在那邊的角師 要是做了抗爭者 你兩邊都站不穩定 不糟糕 如果做了抗爭者角師 我又不介意 是不是 這位陳雲樂屬 說回那個事件 然後又退了上環 其實是很奇怪的 因為我沒有參與整個活動 或是觀察整個活動 讓我聽聽 因為我朋友說 其實我有份去決策 去圍堵這個中聯辦 但是他說 接著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 無端端一些人就叫走 他們說走去哪裡 就是走去中環 最後就停了在上環宋德中心 即是中環哪裡 上環站 對出 即是上環哪裡 順德 那裡做什麼 就是不知道 跟著他們就很生氣 他們想去中環宋德中心 是否想去 不知道他們是否想去 但是 那些人的原因就說 因為很多警車已經去到中聯辦附近 你就一定會被人圍堵 那幫抗爭者就跟我說 他們很生氣 難道去到上環不會有人打嗎 那些警察在中聯辦見不到你 那些警車就繼續開車 開到上環 就是為什麼你不在中聯辦 反正都是跟他們砌過 為什麼不在中聯辦砌 會去到信德中心門 是一個無意的地方砌呢 然後也說 其實那時候為什麼會撤退呢 就是因為 現場有一些 上一年多的 或者是 他們會覺得 比較傾向泛民的人 就是說 不行 我們不能守得這裏 我現在就不是評論 究竟守不守在中聯辦有沒有異議 而是 你就會發覺原來香港 上一代的人 和年輕的一代 對於中聯辦的想法完全不同 上一代的人 他們真的擔心 你不可以侮辱共產黨侮辱得那麼厲害 你侮辱到這個地步 你收不到課 所以你一定要走 得死好 第一年輕人就在想 搞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落你共產黨的面子 這個那麼大的差異 這些就是Generation Gap 我個人來說也有Generation Gap 就是你覺得是不應該去沾污這個中聯辦 我覺得多一點空間 給他現在的做法 都是說 你沒有香港的事 你就自己搞定 你不要燒迷中國大陸 你搞到習近平落不到台 他就很難有彎轉 就算他落到台身邊的人 都可能是 比較鷹派的 都說 這樣現在 真的沒理由這樣 我都會 承認 我作為一個內人家 都有這個顧慮 那你熟悉這個國情的建制派代表 周顯大使你覺得呢 狀況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們說的理由 就是衝擊中聯辦所有的理由 或者是侮辱國徽的理由 那個理由 是 譬如說 你都侵佔了我 我們都沒有東西開書 我怕什麼 他們說的所有理由 就是照討 是 所有理由 其實 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你可以不同意 但是沒有辦法反駁的 譬如說 我就是不喜歡你 那些人是反駁的 但是他的理由 是可以 applied to 在焦土道 即是 你用相同的理由 你可以applied到 侮辱國徽 可以applied到 攻入中聯辦 甚至攻入解放軍 亦都applied到 打北京 亦都打北京 亦都打槍去反抗 因為其實這些東西 喂 你們侵略 我香港 你們現在 你現在落到來 你如果這樣的話 你解放軍 我都落到來 那件事是依於胡底 因為他說的理由 不是說 你沒有說過 我以為是 我只是一國兩制 即他沒有說過任何的理由 去做一個底線 即是說那個抗爭無底線 我只是覺得 在邏輯上 他們說 搞中聯辦的理由 那個理由 是可以去到任何東西 都可以用相同理由的 但我想他們在試底線 試到原來這樣會出橡膠子 他們的問題就是 你現在究竟是不是在玩 Blinkmanship 還是你試底線 但問題是 其實你試底線 你不是試到他輪到底線 然後就是move你的 其實玩那個技巧就是 你試底線 你知道那個底線 你是不move我的底線 而不是我試到你move我的 我試到了 然後就掛了 不是這樣的底線 我覺得是 我是要這樣說 我有某程度上 不能夠否認這件事 因為他們就是 死了一個角師 這是客觀的事實 你沒有一個人去幫他做一些 比較有長遠 或者是宏觀的策略 每樣東西都要試試試 所以反過來問 如果萬一成為革命派的角師 你覺得他們應該怎樣做 我實在擔當不起 我實在擔當不起 我擔當不起後悔 因為你說剛才的意思就是 你們有沒有什麼概念 你沖完中聯辦 你想獲得什麼 他們可能就是真的不知道 我就是想試一下 你那個是一個自發秩序 但是一個自發秩序究竟是 我這樣說 如果去到最後的話 最糟糕的話 因為他們 沒有什麼要失去的 他們其實是有機會騎劫到整件事 什麼叫騎劫到整件事呢 就是你們現在一群全盤最激進的人 其實香港 你那些人都很討厭 香港人都很討厭 而且那些人是同情理的 同情理去做武力攻擊的 同情理去做武力攻擊的 然後他只不過怕什麼 怕自己上身 最好你幫我搞 但是現在他們搞了 甚至你已經搞到 是沒有辦法收到科 甚至搞到一國一制 甚至搞到別人是要是 武力去鎮壓新疆 但是那些人被你拒絕了 那些人是同情理的 就算香港好像新疆那樣 那些人還是同情理的 就是我因為我講過 你的兒子因為你輸了整本身家 是不是 但是他都是你的兒子 你都是同情的兒子 而不是同情的兒子 那件事究竟 雖然這件事是選項的階級 但是他們的一個激進 究竟是不是有沒有可能 可以騎劫全部中年人 就是說他們令到所有中年人 輸到一無所有 而那些中年人沒有說 本來我不支持你 不過現在都橫著一無所有 我都被迫著支持你 就是說你剛才跟民意背相相反 你越激進就應該越背離民意 現在不是的 現在你發覺就是 你越激進就越令到民意要被迫著 你是騎劫了 因為你叫我輸了 你支持你 我不會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現在這樣做 我明明同情你的 現在我輸了 那我迫著也要支持你 你要我輸了我一定會反對 但是我現在都輸了 那唯有支持你 沒錯 就是你可以有一局這樣的選項 而這些選項當然是選項的階級 但是我作為一個建制派 只是我的荷包 如果實際上是一個科學家 是一個智者 是一個研究政治科學的人 我只能夠告訴你 這樣做是會有這樣的結果 如果你做你的策略 你說這樣做一步說 但是你說我這些 nothing to lose 當然你究竟是 nothing to lose 可能不是 可能你有十萬個年輕人 然後你死了九萬個 拉出去坐牢 你以為 nothing to lose 我好慘啊 其實那個很慘的 只是出來戰鬥一下 然後回來洗澡澡 然後打機 原來到最後你單獨囚禁了幾十年 然後你全家都被人拘捕了 然後你開放這個問題 那你才發現原來那個人 是閉腳 原來那個人沒有鞋子穿 不是最慘的 原來閉腳才是更慘的 但接著然後瞎你 更慘的閉腳 你 nothing to lose 你很多東西 lose 問題就只是說 不過你理論上是可以騎腳 即是可以騎腳所有的 你覺得那些年輕人 有沒有騎腳到你呢 我又看得很開的 你怎麼說 我一直都沒有公開指責過 他們或體諒他們 或者在容許的情況下 有很多人說沒有指責過 其實都是指責過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說完 我不會公開指責 他之後下一句就是指責 我不是那些人 我簡直不是那些 我簡直是會靜靜地幫手 最重要是幫手 你這裏說也對 我最近認識 我以為我身邊那些完全都沒有政治 沒有不關心那些 即是計算三四十歲 有少少事業的人 原來是很熱衷去用一些不出名 或者低調的方式去幫他們 說過有多低調 很多中年的都是低調 其實我見到身邊 一去到就知道 只不過是 真的有危險發生了的時候 你知道要幫手疏散 也發生了 這件事是做得到的 有資源的 那就去試一下 其實都是會有的 最後問回周顯大師 現在不沾污都沾污了中聯辦 你覺得中共會怎樣 都沒有去扶他 拉人坐牢就算了 這麼寬雲大量 之前就說 侮辱了中共的權力象徵 現在搞到習近平落不了台 我一定要去懲治香港 不是這樣的嗎 搞這麼多事都是拘捕幾個人坐牢 可以怎樣 你真是好沒有苦 即是解放軍又不能出 沒有幾個人的意圖 不是代表實說 不是 你中藥中聯辦會好一點 是 即是你做一些 你講話 你真是買鹽又不鹹 買糖又不甜 你很難搞 即是想回頭 你又只是噴了一些油漆 還可以抹掉 你老感覺 你就算在大陸做這件事 都是坐十年八年牢 是 也對 都不會被你死定 沒有辦法 我聽林鄭說的 總之最重要是維繫一個兩者 說得這麼嚴重 我以為會有很大的報復 也對 但你在大陸做這些事 即是你桃烏 毛澤東的照片 都是坐十年八年牢 不可以超越這件事 還有香港坐牢 是會舒服一點 香港坐牢當然會舒服一點 香港如果在大陸有錢 當然會舒服一點 但你沒有 但你這些政治犯人 就會比較困難 好一點 會好一點 自然不會亂打 除非你是李旺陽那些 好 這次就到這裏